You make me wonder do things that I should do 也许该回到被窝 梦里会相遇就毫不犹豫 7月29号《浪姐3》武功播出 经过上下半场的鸡尾比拼之后 王兴林组全员晋级成团业 谭威维组全员安全 郑秀岩组成绩垫底 最终张运逸暂别舞台 这次《浪姐3》有淘汰赛制的五次公演全部结束 总共十位姐姐被淘汰 一位姐姐主动退赛 17位姐姐将在成团业竞争十个成团席位 值得一提的是《浪姐3》四公过后 累积了9个成团席位 观众们本以为这就是最后的结果了 但在武功之后的预告中 节目组官宣成团业还将增加一个成团席位 总体来讲 在个人得失和团队荣誉的双重刺激下 18位姐姐都拼尽了全力 武功是《浪姐3》所有公演中质量最高的一次公演 三位队长神仙打架 武功最高光的环节 莫顾于下半场的队长solo战 王兴玲 郑秀妍和谭威威三位队长的比拼 堪称神仙打架 率先出场的郑秀妍 以最擅长的唱跳方式表演了Dangerous Woman 从那个戴皇冠的动作开始 观众就能感受到卡皇回归了 尽管郑秀妍的《浪姐3之旅》始终有争议 但你不得不承认在《浪姐3》这个舞台上 他们的实力是难以否认的 他的存在拉高了姐姐们在唱跳舞台的内卷程度 第二个出场的王兴玲 选择了全网催根的金曲串烧 但这次他选择了三首曼歌 《大眠》加《那年夏天宁静的海》加《当你》 而且采用了特别的倒许方式 回忆杀三连机 对于王兴玲选择金曲串烧这件事 其实遭遇了不少网友的质疑 说他胜之不武 但代表作足够多 何尝不是实力的一部分呢 更何况王兴玲选择的是自己的慢歌 而不是睫毛弯弯 Honey 爱的天玲玲 这样更快制人口的快歌 最后登场的首类方谭维维 选择了出舞台表演过的《弹球腾》 第一次在舞台上完整呈现了这个表演 相信对于大多数观众来讲 谭维维的这一版《弹球腾》 用震撼一词形容最为合适 甚至纳因都毫不掩饰 自己一直以来对谭维维的支持 因为他说就是崇拜谭维维 就是喜欢谭维维 谭维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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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维� 中国歌剧舞剧院的首席舞者 舞台经验非常丰富 从容地以舞台动作化解 四公之后 唐石屹的人气排名升到了第八 不仅首次进入了成团位 而且超过了队内的吴景岩和张天爱 再加之 武功展现了全面且经验丰富的自己 唐石屹武功之后的人气可能还会攀升 最终在成团业拿下一个成团位 其次 唐维为祖的齐熙 在武功也贡献了高光时刻 他在舞台龙吟的表演过程中 完成了高难度的绸调动作 而且高光形态依然很美 不愧是从小学舞蹈的姐姐 也正是因为这次高光时刻 齐熙在武功的名次高于四公的第十七名 暂时安全 连他自己都没有想到 但可惜的是 齐熙的名次应该不会上升太多 而且成团业大概率也不会成团 毕竟总喜爱度值过低 除了王心灵族的唐石屹和唐维为祖的齐熙之外 正秀岩组的余文问也贡献了高光时刻 因为他终于玩爽了 面对永远都会在这首歌 余文问刚开始是拒绝的 因为他希望把全部精力投入到唱跳舞台当中 但是正秀岩的坚持 让余文问实现了一次完美的life house 他没有遗憾了 在前四次公演中 余文问拿过两次第七和两次第八 人气非常稳定 大概率已经锁定了一个成团席位 人气排名保密 节目组留悬念 尽管武功的九个舞台 让观众看得酣畅淋漓 但也留下了一个小遗憾 那就是节目组 并没有公布武功之后的完整人气排名 至于原因 相信大部分观众应该能猜到 节目组无非是希望留一点悬念 本级浪解三从一宫开始 人气三巨头 谭维维 王兴林 和郑秀岩 就藏不住了 尤其是三宫之后 个人喜爱度榜单 变化非常小 成团名单已经呼之欲出 谭维维 薛凯奇 王兴林 蔡卓妍 钟心童 郑秀岩 和余文问 这七个人 基本已经锁定了七个成团位 至于剩下的三个成团位 虽然比较难猜 但范围并不大 大概率就是吴景岩 张天爱 唐石屹和郭彩杰 四选三 节目组虽然有意保留悬念 但其实悬念并不大 即便公布武功的 个人喜爱度榜单 也无大碍 除非某几位姐姐的名次 突飞猛进 或者罕见暴跌 但这种情况的概率很小 更何况浪解三 将于8月1号 录制成团页 正片播出是8月5号 成团名单一定会曝光 就像去年的批歌一样 所以说 尽管节目组 没有公布武功的人际排名 但是悬念 仅仅只能保留至8月1号 因为成团页 一旦录制完毕 即便观众签了保密协议 结果还是难以保证 不外信 请不吝点赞 订阅